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勃 如果你是一個不知道尷尬為何物 把孤獨當朋友 然後把人潮當空氣的人 那就可以不用看下去了 好,那如果你很在意別人的眼光 然後剛好東京旅遊被朋友放鳥 只好自己一個人去 然後一個人覺得人潮很煩的人 那這個一日遊可能會對你有一點幫助 我先說一下一個人去也不會孤單、尷尬、煩的標準 1.景點不會太浪漫 比方說自己一個人去橫冰的Landmark Tower觀景台 看到成雙成對的情侶手牽手看景色好像會有點孤獨 或是說一個人去情侶聖地台場看夕陽 不會覺得浪漫 只會想家 2.人潮比較不會太多 跟朋友出去玩需要多人排隊的景點可以聊天節悶 但自己一個人出去玩遇到人幾人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蠻煩的 所以我們就避免去迪士尼或主題樂園室的地方 3.一個人去吃飯比較輕鬆的餐廳 比方說你當然可以自己一個人去吃居有屋 也不會犯罰 但就是會有點變扭 但如果店內位置比較大或是有一個人坐的位置 也會讓自己比較輕鬆一點 也就是說銀座的甜點店就是自己一個人去會稍稍尷尬的地方 那聽了這麼多廢話我們就開始行程吧 如果你住新宿的話 那我們早上的第一站八點就從東新宿的麵包版一店 Panya no Donsuke開始 這家店的麵包都有標示寫英文 所以算是對外國人蠻友善的 而且很便宜 買完之後可以直接走到附近非常幽靜的護山公園 靜靜的不被打擾用餐 雖然邊緣人但不尷尬 吃完早餐逛逛公園大概9點左右 我們走個10分鐘到高田馬場站 然後坐個20分鐘的車到赤板站 然後徒步5分鐘就可以提到赤板冰川神社 為什麼會選冰川神社呢? 逛神社是來日本旅遊必做的一件事 但前嫂司明治成功的人潮偏多 很難悠閒地享受體點 赤板冰川神社除了人潮比較少外 也是一個鑒於近300年前具有歷史的神社 且幸運逃過江戶時代的暗陣大地震 後來的關東大地震 以及東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空襲 所以大家看到的射電 就是原原本本地從江戶時代保留下來的文化財 另外神社內大量的綠蔭 還有超過400年的樹木 讓整個神社看起來更加的幽靜 逛完神社大概11點左右 我們從神社的附近搭個巴士 大概15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了西馬步 我們來吃一家炸豬排百名店屯組 臀組地理位置比較偏僻 而且店內空間還蠻大的 不怕手肘撞到隔壁的人 可以慢慢吃 絕對不尷尬 在家店的炸豬排使用日本各地的知名豬肉 然後豬肉的厚度給你切個3公分以上 滿滿的肉汁加上脆而不利的麵衣 吃得不會失望 12點半吃完炸豬排之後 我們就散步20分鐘去廣尾吧 廣尾這個地方跟天母有點像 平常公共客比較少 但商店街還是有點小店可以逛逛 慌慌商店街之後 我們就順便晃去 阿里斯卡瓦の宮記念公園吧 日本有很多很威的公園 比方說上野公園 或是代代目公園 但這些公園人不但多 大家還會野餐 怕孤獨的你看著大家野餐 應該會巴不得想回到華山 隔著三五好友一起在綠地享用三明治吧 阿里斯卡瓦の宮記念公園於1934年開園 占地67000平方公尺 雖然不是很大 但植被以及自然景觀非常的豐富 悠閒的在公園晃晃享受大自然還真的不賴 離開公園大概下午2點 我們來吃個下午茶吧 我們搭公車大概20分鐘 我們來到涉谷附近的Coffee House 尼西亞 雖然這家店在涉谷 但並不在人潮多的中心區 下午的時候人應該不會很多 坐在一個人的位置 不受打擾的喝著咖啡 順便吃個這家店的招牌布丁 應該會覺得一個人旅遊也不錯吧 離開咖啡店到下午3點半左右 吃晚餐前去代觀山週末黑一帶吧 從咖啡店走過去涉谷站 搭車過去15分鐘就可以到週末黑 但我覺得避開涉谷的人潮 然後利用Google Maps走過去 大概20分鐘比較好 還可以週末看花 代觀山週末黑一帶 也有著跟廣尾一樣的氣氛 但時尚的品牌小店稍微多了一點 由於每家店的距離不會太近 所以人潮不至於太多 是一個想逛街但不想去銀座 涉谷新宿的一個好選擇 那現在時間也到了6點半左右 我們用個晚餐吧 從週末黑走路或搭車都可以 約10分鐘的旅程 我們來到了位於幼天寺 超可愛的咖啡店 Curry Station Niagara 除了週六可能會有點人潮以外 平常店不會很多 這家店的咖啡是昭和風味的日式咖啡 吃起來還不蠟以外 最有趣的地方是他的店 非常多懷舊鐵道的相關物品 你的咖啡也是用小火車送過來的 看著小火車來來回送飯 吃了好吃的咖啡飯 應該會覺得這餐自己吃 沒有人到老也不賴吧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啦 鮑勃其實也是一個蠻在意別人眼光的人 所以偶爾為了拍片自己跑景點 或吃餐廳的時候有時候真的尷尬到爆 所以這次介紹的地方跟餐廳也都是 這幾年來自己去過 讓自己覺得很舒適的地方 再請大家參考囉 也希望東橋這種多樣化特別主題影片 可以幫到有各種不同需求的人 我是鮑勃 我們下次見 掰掰